一年劍二班 带华兵 我选一千年魂兽 第一魂剑 白虎故身杖 第三魂剑 白虎金刚变 白虎武魂虽然是 虎类武魂中的王者 但风虎在速度上 胜过代化兵 此时他不消耗风虎伺机反击 他想干什么 他要杀了风虎吗 第二魂剑 白虎猎风波 住手 带华兵 让你住手没听到吗 魂狮与魂兽的战斗本就是你死我活 而且为了得到满分 我要避免刚才王东的四十分失误 至于学院的损失 我愿意赔偿 带华兵 带华兵 说得不错 带华兵挑战千年魂兽 基础分一百 硬碰硬的战斗方式 体现出强攻系战魂师的优点 但技巧性有所欠缺 战斗技巧分数四十五 灵 则你十天内 补偿击杀魂兽给学院带来的损失 否则 学院将剥夺你核心弟子的身份 是 华兵的分数刷新了 熊叶升级考核的得分记录 霍宇昊他们 一输无疑 我等不及看他们跪下来 磕头认错了 周晏 带华兵这个第一名 可是我交出来的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他们的总分是三百五十五 我和萧萧加起来才二百零六 我们想赢 雨昊必须拿到一百五十 可学院升级考核 至今没人得过满分 我们是不是要输了 下一位 比年级一般 霍宇昊 霍宇昊 没到最后 我们不能放弃 下语 下语 老颜 你们五魂系刚刚那个学院 可有些太解傲不训了 戴华兵的确性格刚硬 但史莱克学院的校训 就是培养怪物学院 他这么年轻 可有如此修为 只要加以引导 日后必成大旗 你这么看好戴华兵 那你培养戴华兵 我培养霍宇昊 揭大欢喜 老千 仗可不是这么算的 戴华兵是五魂系看中的核心地位 霍宇昊 无魂系也是在理得 请选择你要挑战的魂兽粘线 但禁止再出现击杀魂兽的情况 我选 一千年魂兽 他的第二魂技已被禁用 凭他第一魂环那个精神攻击类技能 就算魂兽躺下来任他攻击 他都破不了魂兽的防御 这小子的魂环怎么又变成一个十年 十年魂环 可能模拟出十万年魂兽气息吗 穆老师 你的水平不过如此 你决定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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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决定不过来 小师弟 快躲开 小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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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 小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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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弟